它硬化以後 造成它的胸口這個位置 會出現蜘蛛痣 就是說它這個有血管的紅 有一個紅痣 但是它有旁邊會長腳 還一個點蜘蛛 但是這個大概就在兩公分左右 不是每一個A肝 都會變成猛爆性肝炎的 就像感冒一樣 累累的過了 身體有帶緣有抗體了 我們就好了 真正在A型肝炎要警覺的人 是A肝沒有被帶緣過的人 歡迎收看健康有方 我是阿娥 說到人的健康 特別要提醒一下 你的肝臟機能 講到肝臟 每個人就會說 肝好人生是菜式 肝不好人生就黑白 菜式是怎樣 就是說你肝臟好 你做什麼你都很愉快 人生就很豐富 阿歐杯就到了死亡的幽骨 所以我現在不要只講彩色 只講歐杯 我要跟各位講 小心肝 你的肝 一定要好好地顧好它 不要爆肝 不要猛爆性肝炎 所以今天我們要用心地 來跟大家關心一下 你的小心肝 好 今天在現場 都是我的小心肝 為大家介紹嘉義科的醫師 陳欣梅 陳醫師 嗨 大家好 知名的中醫師 陳曹中 陳醫師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醫藥記者 梁慧文 大家好 爆肝這件事情 是太累 壓力太大 還是說心情不準 可是其實這個肝 真的是很多人 它叫做沒有聲音的殺手 這很危險對不對 其實我在這個念高中的時候 生理學第一個概念 肝就是什麼 肝就是人體最大的化學工廠 其實肝的作用非常的多 那我在中醫的裡面 它都有一個叫做 如果你暴怒的話 你也會傷肝 你如果很生氣 就會傷得肝 因為肝最重要就是說 不能憂鬱 肝阻疏 所以我們如果說 鬱鬱寡歡 心情不佳 憂鬱 那當然就會傷到我們的肝 所以肝主要還是跟我們的 智力神經的調節 跟壓力有密切的關係 第二個呢 我們所謂的肌勞 肌勞大概說成績不是 肌勞也會爆肝 所以現在我們不是有很多的 那個新聞 媒體 哎呀 我的老闆讓我怎麼樣 今天晚上怎麼樣 爆肝 就是爆肝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知道 這個睡眠不足 太過疲勞 也會造成我們肝臟的一個壓力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除了這個之外 食慾方面也可能會有影響 是 所以我們在肝方面的話 也會影響到什麼 腸胃功能 所以我們腸胃功能如果不好 也要小心也會造成 那另外肝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其實我們肝臟是一個 我們血液調節的水庫 當我們在休息的時候 準備要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血液都會 留在肝裡面 那當然我們在運動啊 在做活動的時候 這個血液它應用的比較多就會流 流到我們身體的絲肢去做 所以我們肝也長血 那我們的經驗裡面呢 如果說我們有買過那個豬的肝 豬肝的話 一切其實很多的血就冒出來 所以肝也長血 如果當我們的血如果說出現了這個問題的話 那跟肝也會有關聯 那另外呢 我們肝呢 也阻緊 如果我們血不足呢 我們的筋骨啊 這個筋骨啊 就血不足於 那個肝血不足不足於養筋的話 所以我們爪甲也會無力 所以我們的筋骨 手腳沒有力 對 所以我們皮阻肌肉 那肝阻緊 所以我們如果說肌肉萎 那是皮胃的問題 如果說我們這個爪甲無力啦 或者指甲這個顏色萎縮 指甲顏色很不好的話 那也是在看 另外呢 剛開竅螢幕 那我想我們都知道這個 看到這個人這個眼睛有防彈 眼睛好像不太好的時候 我們也會懷疑 它是跟肝有密切的關聯 是 所以真的是因為很累很累 過度操勞 不斷的加班才造成你肝出問題嗎 西醫是這樣子看的嗎 其實我們在西醫有一個說法 叫猛爆性肝炎 我們一定要提一下 很多人都會說我加班 就老闆 爆肝都是老闆害的 其實真正啦 如果你單純是因為過勞 這件事或是你真的是 工作時數太長 真的太辛苦了 會不會直接造成 我剛剛提到的這個猛爆性肝炎 其實它的連結性是不大的 但是有一些前提在 就是假設今天呢 你本身身體有一些特殊的疾病 藏在裡頭的時候 你就可能因為過累 而造成猛爆性肝炎 最常見的就是一些BC肝的代言 因為有一些人他是小時候 或者是書寫的時候 BC肝就一直住在自己的身體裡 那他本身最喜歡就是在肝臟裡頭 他什麼時候會作怪 你身體免疫力不好的時候 那我們在加班啊 我們在很辛勞的時候 其實你身體就很注重在這些工作上 相對於免疫力一下降 這個BC肝的病毒 看到好像沒有人在守著這個肝臟 我就開始作怪 這時候就可能會產生猛爆性肝炎 我印象很深的 我們其實我有聽說一個 蠻不幸的一個案例啦 這個案例也是我們醫療界的人 一個學長 一個長輩 他是以前我們在這實習的階段 我們其實都去各科跑 所以他當時就跑到了那個外科 那我們外科在開刀的時候 其實會有所謂的主刀者跟助手 所以那時候那個人 當然是助手的角色 那因為那台刀又急又快 所以我們會拿那種比較大的鉤子 趕快讓他先勾起來 當時這主刀的醫生真的是 當時很擔心病人 一個很快的一勾 沒有注意到那個學生的手在那裡 他就直接抓進了他的手裡頭 那這種就是我們醫院典型的掙扎 掙扎要跑流程 結果很不幸一跑 這個病人是B型肝炎 真的就很不幸他真的就帶緣 那他帶緣之後他就可能 他也就沒有固定乖乖回診追蹤 我們都說最不乖的就是醫生 因為醫生太忙了 他沒有時間追蹤 有一天他就這樣在值班師倒下 後來值班師倒下的時候 後來就被這個看到 他的肝臟的發炎指數爆高 後來就回推 他應該就是因為他本身有B肝帶緣 但是他又過勞 這兩間因子讓他的這個B肝的 有機會在他的肝臟有大幅度的作怪 所以瞬間產生所謂猛爆性肝炎 那個學長很不幸 後來人是就真的過世了 什麼 就走了 要培養一個醫生多麼不容易啊 對 所以我們一定要提到說 其實以西醫的說法來講的話 太累太累 它並不會直接造成爆肝 但如果你太累的時候 合併你本身身體有一些狀況 我一定要提有一些這個 很多人都會說 因為我的肝不好 所以我就吃飽肝的藥 各種的藥 其實我們的身體 就是有兩個地方做代謝 一個是腎 一個是肝 所以你吃進什麼 基本上都這兩個地方代謝 所以你可能不是飽肝 你反而是增加肝臟的負擔 所以其實最好的一個治療的良藥 就是休息 所以不要再相信說 什麼東西可以護肝 其實最主要的還是靠你好好的休息 好好的健康的飲食生活 這就是最好的良藥 對 其實我們常說肝臟它不太有聲音 因為你沒有什麼特別的疼痛感 但是你一定有感覺 譬如說你太累 你倦怠 還有你已經看到你皮膚很辣黃 甚至連眼球感覺都已經黃了 惠文這個是會要命的 是啊 我們其實真正在醫學上面 沒有猛爆性肝炎這五個字 在正式的醫學名詞是 即性肝衰竭 表示什麼你肝臟的功能 已經完全失去了 這當然會致命的 那所謂的猛爆性肝炎 它指的是它的很急性很惡性的狀態 它可能會在兩個禮拜之內 就死亡的這種叫猛爆性肝炎 那之前還有曾經 我覺得大家比較會容易忽略的是 像你的飲食也有可能 比方說像A型肝炎病毒 很多過去我們尤其在小孩子的地方 會看到有這樣的個案就是 喜歡吃撒西米 會跟爸爸媽媽去吃撒西米 完蛋了 一吃猛爆性肝炎 整個就是什麼肝指數標到兩三千的都有 就是鬼門關可能都走一遭回來 所以表示說我們這種猛爆性肝炎 當然可能跟你的疲累也許有關係 你的身體抵抗力下降 但是其實並沒有直接相關 它可能是一個是病毒性的 或者是藥物性的 那像之前我們也有知道很多藝人 像陶晶瑩她也曾經坦白說 她在三十歲那一年猛爆性肝炎 為什麼 因為她那一陣子 就是接了非常大量的工作 因為她曾經出道那時候不是很順遂 所以一有工作機會 她就一直接 一直接 一直接 她說我的人生在那個時候 差一點就停擺 有一些人他沒有那種病逝感 你不知道事態的嚴重 因為剛剛惠文講說 兩個禮拜他可能會要了你的命 所以中醫怎麼去看到 我們這種來得又急又快的 肝的發炎 就我們講的猛爆性肝炎 中醫怎麼看 其實猛爆性肝炎 其實它就像惠文講的 它其實這個是一個名詞 但實際上我們在臨床上 最重要就是說 病人出現一個非常疲勞的狀態 那疲勞狀態就是一個淚 但是我們在判斷上 第一個就是說它淚 食欲 如果說是好 那大概是不會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的 所謂的賣房子的仲介 賣車的仲介 保險業務員 經濟那個什麼 那個股票分析師 他們說來看起來很累 那我說你食欲好不好 我他說還很會吃 那我說你這時候不是肝 那肝炎 其實今肝炎或者猛爆性肝炎 它一定是它的一個食欲跑 再來我們在驗 能夠驗出它的GODGP 通常是會比較高的 一般我們GODGP的驗 的一個指數在40 但是像猛爆性肝炎 大概就800到1000到2000 它飆得非常快 那這個是它一個特色 但是就是說它可能就是 它主要它應該有潛在性的 所謂的B肝C肝 或者偶爾 不小心去噴到那個A肝的病毒 因為當它比較累的時候 這種B肝C肝的一個病毒呢 開始發生它的作用 所以這個時候它有急性肝臟 整個肝臟怎麼樣 都在發炎 不然那個肝臟它比方便是很正常的 那幾個發炎之後 對 整個腫起來之後 它的指數就高到一兩千 所以這個是它一個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說有這種狀況 又噴疲勞又噴到 死意不振的時候 這個時候 尤其是特別要小心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急性的一種 我們爆性肝炎 要特別小心 如果說你不小心來 它可能兩三個禮拜 它也會產生可能死亡 第二個就是說 它的肝細胞會壞成就死亡 另外就是說有時候 我們也曾經用過這個中藥來治療 譬如剛我在節目裡面 前半段談談那個患者 二十年前的老患者 回來給我看的時候 其實我有拿給中藥給他治 結果過了兩三個禮拜的時候 病情有明顯改善 指數有往下掉 但是實際上 不要說認為中醫太厲害 實際上很多的 猛爆性肝炎的來源 來自於免疫機能 免疫機能的不協調 當它休息過了 免疫機能又恢復的時候 它慢慢的... 它可能... 它就好了 所以我們就是說 在中醫的治療裡面 當然除了所謂的 猛爆性肝炎 一個所謂的這種消炎 輕熱解毒的狀況是有效之外 那當然這個就是說 脾胃功能也會不好 所以我們也會加上一些 健脾的狀況來做調理 是 所以這種猛爆性肝炎 其實是來得又急又快 如果你本身又有什麼 A肝 B肝 C肝 我告訴你 你真的叫做高危險群 那如果你不去處理它的話 很擔心就是 你又再不斷的加班 不斷的勞累 疲累了你又沒有休息 這時候 猛爆性肝炎的恐怖就來了 我們先講一下 因為剛剛那個阿兒姐有提到說 你一個大老闆跟你們吃飯 然後他還過來吃飯 為什麼他會這麼做 我稍微剛剛想了一下 想想好像也是 我大概可以了解 因為其實很多人會說 我如果我猛爆性肝炎 我去住院 為什麼醫生 好像沒特別給我做什麼事情 對 他也沒有掉頂低什麼 他就在醫院 所以他就做得很悶你知道嗎 對 真的是這樣 就很多人猛爆性肝炎的人 真的我以前 我剛剛有個病人 他猛爆到三千 他每天都出來 我們的那個護理站問說 我今天要幹嘛 然後我們就說 你今天就抽血壓檢查 他就悶悶的回去了 因為的確是真的就是說 其實肝炎 它的一個修復 除了特定的病毒 我們是可以用一些特定的醫藥 讓它這個發炎急性的緩解 可是多數的急性的猛爆型肝炎 我們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休息 所以為什麼我們不讓你進病房住 為什麼 你在病房不會有事做的 強迫你休息 醫生 你有時候會失誤 他可以上網還可以出手 手機要先沒收 對 其實基本上我們應該要規定 那一間房間都是要無訊號的 那除此以外當然也是說 其實因為猛爆性肝炎 有一些人就像剛剛陳醫師提到的 有一些人他其實真的就是 隨著你的免疫力自己開始變好 慢慢的下降 可是有些時候我們的肝臟 他其實是一個很充滿活性的細胞 是 所以通常的人 我們就慢慢的自己會回復到正常 可是有些時候在特定的狀態下 他可能就那麼不幸 他是越來越壞 那這時候我們就需要在醫院裡頭 一直固定的去監測 你的這個肝指數有沒有持續的往上升 如果一直持續往上升 那個警報器一直想 我們就要特別做更進一步的處理 去處理它 剛剛提到的A肝 B肝 C肝以外 其實所有的病毒都可能會造成肝炎 尤其是這些病毒喜歡住在肝臟裡頭的 都可能會造成猛爆性肝炎 所以像A B C D E 這幾種肝炎也都可能會 除此以外 其實我們在臨床上也很常碰到的是 藥物的過度使用而造成的肝炎 我想到我們之前有個很有名的新聞 是在國外的一個女生 她當時因為頭痛 她就大把吃了一堆的止痛藥 一吃完之後媽媽回家叫她 人是這樣意識是很不清楚 到醫院之後急性猛爆肝炎 很不幸的 因為她在等肝的過程人就離開了 小朋友只有17歲 太年輕了 對 所以其實藥物本身 也可能會在你代謝身體的激轉 臨時代謝不過去的時候 瞬間產生猛爆性肝炎 所以預防猛爆性肝炎 最主要就是不要濫用藥物 不要濫用一些來路不明的補品 那如果你本身已經有BC肝炎的時候 你或者是已經有病毒性肝炎的時候 要小心 還有一個喝酒也會造成肝炎 所以如果你本身已經是BC肝炎的人 你的酒量可能還是要適當 以免會產生不幸的事情發生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人 都覺得肝臟機能很重要 可是他會用錯誤的方法 去幫忙自己 譬如說很多地下電台 我是覺得很恐怖 你知道歐巴桑歐桑 真的都買幾罐 因為這次說要六罐 有才幾罐一罐 就買了 白不買 但是這個藥物你的累積的劑量 跟你錯誤的運用方法 很高興你知道肝臟機能很重要 但是很不幸你用錯了方法 是 所以你有沒有去照照鏡子 因為肝它不會乾 可是它其實有讓你看到 我們待會兒來看看哪些症狀 你照鏡子就有看得出來 你有肝臟的問題 馬上回來 肝一塊以後造成它就是 胸口這個位置會出現蜘蛛痣 就是說它這個血管有紅 有一個紅字 但是它有旁邊會長腳 好像一個蜘蛛蜘 但是這個大概就在兩公分左右 當你的肝臟機能不好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要休息 那休息不是說 我就在家 我也上手機 網路 我處理一點點事情而已 那一點點過十分鐘 你根本沒有休息到 對 所以你一定要充足的休息 可是肝臟的機能 我們最怕說你濫用一些藥物 而且你長期的服用 我求求大家 那很危險 結果洗油漬的人都很多 洗腎的真的是很多 可是我們還是要給大家 觀察自己的方法 譬如說你照一下鏡子看看 皮膚 皮膚其實蠟黃我會看得出來 但有些人說 有一些皮膚上的一些瘀青 那個瘀青也是表示肝不好嗎 剛剛我在講說 肝臟是人體最大的化學工廠 對 其實我們肝臟 它會製造非常多的 這個所謂的成分 譬如說最有名的東西叫做 它肝素 肝素它其實它有一個 所謂的抗凝血的一個作用 或者止血的作用 那我想這個肝素 如果製造不足了 那就會出現了什麼 就是瘀青的一個問題 對 所以我們肝 它除了可以解毒 解這個酒精的毒 解一些什麼亂七八糟的毒 但實際上我們的肝臟 它如果肌能如果消失的話 它就沒辦法製造乾燥 所以它的抗凝血作用就會不好 所以就會造成所謂的瘀青 所以說一碰到桌子 很容易瘀青 怎麼說瘀青了 不小心我這個腳 靠著這個桌子邊 晚上回去看就瘀青 是靠著也瘀青 也會瘀青 靠著它就瘀青 但所以它沒有辦法所謂的直血的一個功能 就會容易造成我們血管的一個出血 那嘉醫科也會參考皮膚上面的表現嗎 其實很多人看完這集 我很擔心大家就開始來驗自己的肝臟指數 會不會好 其實瘀青很多人都會有 我們真的有個病人來好擔心滿眼愁容 因為他說我真的好容易瘀青 先教大家一個很基本的觀念 如果你的瘀青位置在四肢的 你比較不用擔心 因為撞了撞去 對 因為有些人 我真的有個朋友 他每天手打開這邊 一整排排排站的瘀青 他跟我說他沒有撞到 然後我就眼睜看他 從我們學校的最後一排往前走 他就這樣走 每一個位置都撞一下 可是他根本不知道 因為個性比較粗心 比較大蠟蠟 所以如果你的瘀青是在四肢的 基本上你再去回想一下 有可能真的是碰撞 可是一定要警覺的是 如果你的瘀青在中心部位的 因為我們基本上任何東西撞擊 我們手會反射去保護它 但是如果你在中心的位置 開始出現瘀青 你要小心 真的有可能有問題 但是要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我們在肝臟 因為我們大家都以前見檢 都會驗那個肝功能 所以大家印象是不是肝功能 就等於肝臟的功能指數 其實不止 我們真正在看肝臟的功能指數 我們會抽三個指數 第一個指數是膽紅素 大家聽過 第二個指數是白蛋白 大家有聽過 第三個指數就是凝血指數 凝血 所以如果這三個指數 出了問題的時候 有可能就是你的肝臟功能指數 就是你的真正的肝的功能 開始在衰弱了 那就像剛剛陳醫師其實有提到的 肝臟裡頭 它有各式各樣的製造的一些因子 其中很多的凝血因子 就在肝臟製造 一旦你的肝臟功能 開始停止擺動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出現瘀青 但是到那一步其實有一點晚了 所以我們其實希望說大家還是能夠在這一步的更前面一點 就發現這個問題是比較好的 所以不要自己嚇自己了 有一些迷思你其實是應該有判斷能力 但是我們講到肝不好的時候通常就會說 就是倦怠感 疲累 我們剛剛講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只要倦怠感比較明顯 就表示我的肝不好嗎 所以我們如果說疲勞倦怠 我們通常第一個判斷 你是不是貧血了 貧血我們很容易判斷 請這個人蹲下去 蹲個大概三分鐘以後站起來 會火冒進行 這個是貧血了 臉色變白 血液香不起來了 對 這個是血不夠了 第二個可能是心臟功能不好 心臟功能不好 這個會覺得很累了 它的磅部 這個力量不夠 所以這個運轉就 反應就夠了 不夠了 沒有辦法 第三個就是肝的問題 就肝的問題 因為它這個肝功能異常的時候 它就會比較疲勞 那當然我剛才講過 如果說你會疲勞 但是實際上你食慾了 又不好的時候就是肝 如果是食慾很好的 那可能就是重要所謂的肾虛 就是身體的疲勞的捲帶 壓力大所造成的 所以如果是疲勞 再加上有點食慾不好 甚至會惡膩 嘔吐的情況 而且是每天作惡復食的出現的時候 這很強烈 我會患者去抽一下那個肝指數 請你早早發現 早早預防 早早治療 嘉義科怎麼看到說 我看起來是倦怠 那跟肝臟技能 我要合理去懷疑是有狀況 我們如果疲倦的時候 的確當你肝臟有問題 可能是其中一種原因 但是還有太多種原因 比如說貧血 比如說剛剛有提到心臟的問題 其實還有一些狀態 如果你發生的時候 你也可能會出現疲勞的症狀 我之前有一個很年輕的小女生來 她就整個人感覺非常的沮喪 我說為什麼 她說她一直都睡不飽 怎麼睡都睡不飽 那我就在看她這個外觀 她雖然很年輕 理論上皮膚應該柔滅柔滅 她皮膚有點粗 我不會形容那種感覺 就是粗粗糙糙的 我就摸了一下她的皮膚 我問她說這個情況是 有特定的時間開始 她說有 我就看她的整個人 她的頭髮 很像那個捲毛那種捲毛的感覺 說你以前 柔柔的 我問她你以前就這樣 她說沒有 我最近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頭髮開始變得比較粗 而且一折就碎掉 我聽到這些 我再注意一下她 我就說好我們先抽血 你先不要擔心肝子素 我們也會檢查 後來她其實是甲狀腺低下 甲狀腺低下的時候 因為它其實也是一個 我們身體新陳代謝 一個很重要的火苗 你可以想像高近 就是它刪得太大了火太多 相反的低下就是它的火苗太少 所以我們身體在這個 反射的新陳代謝變慢的時候 人也可能會提不起進來 所以其實疲倦的確是 肝臟功能出問題的其中一個指標 但是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有太多種原因 我們不建議說你一看到這個 馬上就很害怕的跑去腸胃科 說我一定要做各種肝臟檢查 而是你要把這一系列的問題 可能都要先看一下討論一下 再去做決定 不要自己嚇自己 對啊 我覺得自己嚇自己 是最恐怖的 所以我們其實有很多觀察 也會有很多迷思 所以今天幫它釐清以後 你就會比較清楚 那像我們直接就講說 光哪不好一定是顏色蠟黃 但是這個是一個依據 但是不代表絕對是嗎 慧文 事實上 因為我以前也待過肝臉基金會 我們有常常就是 有民眾會打電話來也好 或者是發Email來詢問一些問題 他都會問醫生說 我最近覺得我的手黃黃的 我臉色黃黃 我到底是不是有肝病 很多民眾會有這種觀念 可是事實上 你如果真的經過診斷之後 會發現有時候 其實只是它的紅蘿蔔吃太多 對 或是南瓜吃太多 就是像這種 就是有橘黃色的 色素沉澱 對 真正的比較嚴重的肝病 才有可能出現 比方說你已經有黃膽 這樣的情況 但如果你只是平常的偏黃 或者是說有些人 它是天生就是這樣 所以不要太擔心 黃腫人對不對 這個我大概要講一下 這個我是非常 這個接觸到非常多的病人 它是說它有很黃 那個手掌黃 腳掌黃 眼睛也黃 眼睛是沒有 但是像手掌黃 這個都是因為 吃的東西可能像 像那個地瓜 還有南瓜 就是那種黃虛色的 紅蘿蔔 最明顯 對 吃到那個兩個禮拜以後 它顏色就會變 對 但實際上它不吃了以後 它會顏色退 但實際上我們就是說 擔心這個黃的部分 可能就是說要 除了這個身體黃之外 小便一定也會黃 或者是一個褐色的 所以從小便的顏色 基本上它從小便的顏色 可以很容易判斷 那另外剛才講說說 皮膚出現了這個魚斑 等等這些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如果說有肝功能不好 或是肝有一點硬化的人 它有一個特色 它會在這個胸口這個位置 會出現蜘蛛痣 蜘蛛痣 對 就是說它那個有血管的紅點 有一個紅字 但是它有 旁邊會長腳 還有一個疊 好像一個蜘蛛黏蛋的胸口 但是這個大概就在 兩公分左右 那中間一個紅點 旁邊一個紅色的血管 它是不是蜘蛛人 不是 這是更有問題了 因為肝硬化以後 造成它那個肝的門脈 攻擊肝臟的血流 那個逆流 所以它變成在 在上胸部的地方 出現了一個血管 所以它是有整組的症狀 並不是只有單一一個狀況而已 所以要判斷幾個 第一個就是說 它是不是不一定是黃 不一定是黃 但是它也沒有說食慾不振 疲勞 它的小便的顏色 這些等等 應該是要綜合性的判斷 當然醫療是要重量檢查 這個出現這個症狀之後 請它再去抽個血 那你說我們有必要是 引個超音波 對啦 就問一下嘉義科就知道了 但是我們一定要提到 假設你已經黃膽 黃膽在真正的疾病上 就是肝臟功能造成的黃膽 它第一步可能會出現在 我們的這個眼角白 眼白的地方 接下來會出現在皮膚 可是一定要講 它是隨著濃度越高 才開始會在皮膚出現 一旦你已經拖到 它到皮膚上看得到的黃 其實已經比較嚴重了 所以其實我們比較建議的 反而不是看皮膚 看你的眼白 如果你的眼白開始變黃 其實就不要等 趕快先去跟醫生詢問 問醫師最重要 不要自己嚇自己 因為有一些人 那個心理素質不夠好的 嚇得不睡 你知道嗎 那我們真的要告訴大家 這段你要了解的就是說 如果你肝臟真的是出問題的時候 它是有機可循的 中醫怎麼看呢 其實在中醫裡面 就是肝臟得到一個循形 在我們中醫裡面有一個說 肝臟循形的時間 那這個表示根據一個 所謂的植物流注 那植物流注 我們其實24小時裡面 我們的這個五臟六就會循形 那在這個23點 就是晚上的11點到 這個三點之間 就是肝膽精的一個循形 所以在肝膽精循形的時候 你要好好休息 所以這個還非常符合 所以我們真的是 肝不好的人要早早的睡覺 那你如果說這個時間睡 不只是肝會變得病好了 而且有美濃覺的一個功能 對啊 有人說我好早睡喔 我一大早五點多就睡了 那個不是好不好 你熬夜了啊 那真的很早睡啊 過一個時間來 這個時間要睡覺啊 11點後 所以在這個11點後 你開始睡覺喔 你要慢慢睡覺 第二個就是身體的一個經絡裡面 當然我們肝其實它的功能 那個管的功能非常多 而且肝也足失慮 如果說我們如果說壓力大 壓力大這個所謂的 常常要用腦過度的話 也會傷害的肝 那當然 對 所以我們這個肝呢 它除了這個所謂的 剛剛講的所謂的這個 跟我們的血液之外呢 其實跟我們的智力曾經也有關聯 智力曾經 對 所以我們的肝呢 這個它的巡形呢 從我們的腳的一個 腳拇指的一個跟 拇指的腳的第一指跟 第二指中間呢 開始循著膝蓋內側 頸骨上演 其實到我們胸膜之上 所以我們肝如果說這個部分呢 這個有這個一些 機能性的一個出現的斑點 或者腫塊 紅腫 或者長著豆子 或者這些症狀 我們要也是要跟肝精的一個機能 可能我們也要去做一個判斷 你可以有初期的一個判斷 但是你不要用這樣的判斷 來嚇你自己 因為我們肝臟的功能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你要知道一下 為什麼我的肝臟有些作用 我要好好保護它 從西醫的看法其實提醒大家 你要認識一下你的肝臟 其實真的肝臟 剛剛陳醫師說它是個化學工廠 我還真的蠻認同的 就是說其實肝臟它的功效非常的多 最大的功效其中一個就是解毒 所以其實你身體上 今天吃了多少東西 是需要解毒的 肝臟其實就是很重要的一個解毒器官 所以換言之假設你吃的毒素太多 它是不是負擔就變大 是嗎 所以這第一個就是它的有解毒功能 第二個其實我們剛剛都有提到 它除了生成一些凝血因子以外 它也會生成一些營養素 所以當我們肝臟功能開始停止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身體就會有一些營養不足 或者是一些凝血功能 產生異常的狀況 另外我們看到肝臟旁邊有一個這個膽 膽質其實是由肝臟的製造出來的 那這個膽質它其實在我們身體裡 是在分解一些油脂在使用的 所以假設它 所以它也包含了消化的功效 所以當你今天的肝臟 真的整個狀況不好的時候 有些人會出現一些這個消化 變得比較不好 你聽到一些那種拿掉膽的人 他會說開始會連續一直拉油變 對 因為它的油就無法被消化 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其實肝臟它雖然很安靜 躺在我們的幼腹腔 可是它其實一直一天幫我們處理很多 我們不想處理 跟我們自己惹來的麻煩 對 所以其實真的護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你知道你的肝都在偷偷的哭泣 我一定要好好的呼喚你 小心肝 待會我們來聊聊怎麼樣好好的顧你的肝 馬上回來 朋友就介紹他一種黑色的藥水 他每天喝 有一天他忽然的喘不過氣來 一抽血 血甲 甲粒子的濃度變得很高 他一下子喝了甲粒子濃度很高的東西 一時身體代謝不出來 所以他本來是要顧肝 就想不到最後是因為腎臟代謝不好 甲粒子太高而人走掉 保護你的肝臟機能是很重要 因為他其實是身體裡面非常重要的 所有的代謝都要靠肝臟 對 可是你不要靠著人家口耳相傳 我跟你說 吃這個也好 吃這個也好 哎唷 這樣去便宜會比較好 不好 這個真的好小心 其實我感同身受 我有一個朋友 他的爸爸就是這樣 他爸爸之前是得了肝癌 其實一開始他非常乖 聽醫生的話 所以他就治療了一陣子 整個肝臟的狀態 已經變得非常穩定 第二次復發的時候 他可能有點急了 就覺得說 為什麼還會再復發 那個時候他就聽 朋友就介紹他一種黑色的藥水 他每天喝 一開始喝 他還跟他的兒子講說 效果很好 因為精神 精神真的變好 那時候兒子也一直跟他講說 這個東西你也不知道哪來 也沒有標籤沒有標誌 不要喝了 可是爸爸後來還是 一直一直在喝 到有一天兒子被通知到 到醫院去 為什麼呢 因為爸爸突然的傳不過氣來 一抽血 血甲 甲離子的濃度變得很高 我們要知道甲離子 他的原因 他甲離子變很高的時候 最嚴重會造成心臟瞬間的不跳了 或者是亂跳 後來心臟就停止了 那時候想說 為什麼甲離子濃度會這麼高 因為那爸爸在這個 一段時間的這個肝臟 可能在治療的過程中 其實肝臟跟腎臟的狀態 都已經不是很穩定 甲離子或電解質 其實是靠腎臟去做排泄的 他一下子喝了高濃度的這種 甲離子濃度很高的東西 一時身體代謝不出來 所以他本來是要顧肝 結果想不到最後是因為腎臟代謝不好 甲離子太高而人走掉 所以我不一定是說這些東西 它一定就完全沒有這個效果 但是假設這個東西的上面 它連成分也沒血 來源也沒血的時候 你就要特別的去小心 尤其我覺得有些長輩 他可能在喝這個東西 因為會有立即的效果 血壓下降 精神變好 這些東西就會讓你覺得 我好像再多喝個兩瓶 說不定我原本的問題 就可能會化解掉 可是其實在我們醫生的角度上看起來 真的都很可惜 因為其實這個原本是可以 不用發生的一些漢事 可能就會因此而產生 所以我們一定要一再呼籲說 其實不管是肝臟或腎臟 肝臟就是解毒器官 所以你不該再拿更多東西 讓它去解毒 假設今天你肝臟已經不好了 你應該就是多休息 讓它的這個狀態 可以好好的運作 那再來一個就是說 其實如果我們剛有提到 猛爆性肝炎 你有代源者比較容易產生 有代BC肝炎也比較容易產生肝癌 所以假設你本身是有 B肝或C肝帶源的人 其實我們都建議 你固定的三到六個月的時間 可以回醫院 尤其腸胃科去做一些檢查 可以從長英波檢查 抽血追蹤 看到你有沒有這個 因為這個我們說這些問題 可能會產生一些肝的病變 甚至轉成癌症的可能 可以利用比較早的發現 假設真的轉成癌症 也可以早期處理早期治療 其實最可怕的是什麼 有很多的癌症病人 正在治療中了 他還聽到某個親戚 給我補 喝什麼醋油 很有效的腫瘤可以縮小 天天喝到一個爆肝 真正的爆肝 就是急性的肝臟的衰竭 那所以就是說 像我們正確的保肝知識藥有 一般其實在以 我們肝病基金會在跟大家推廣的 衛教知識都是說 你最好的保養 其實就是不要增加它的負擔 一般我們市面上很多什麼保肝藥 固肝的 其實那個其實都是反而增加你負擔的 你真正的應該要吃的是什麼 天然的食物 盡量吃天然的食物之外 有一些阿公阿嬤非常節省 我吃隔夜菜 或者是我把冰箱當儲藏室 裡面放了一大堆 捨不得丟 那個其實有時候裡面發霉 你不知道 冰箱都變室紋了 對 那個發霉物其實很可怕 那個也會讓你的肝臟 造成負擔 造成損傷 還有一些是什麼 花生那種古類的 對 農藝有發取毒 對 像這個其實是直接會對肝臟造成攻擊的 也要盡量避免 還有菸菜 就醃漬的產品 阿嬤是醃漬的 我不給他吃 不好意思這樣 不然你就比較小 真的不要吃太多 不然你就洗得比較久 不然你就要滾得比較久 否則那個就連你的肝臟 又製造了困擾 所以保肝從中醫的角度 也有很好的方法 我會推薦我的患者說 如果說你有肝臟的功能不好 或者說有米肝 吸肝 或者甚至有肝硬化 最重要的一個點就是說 油炸辛辣的東西 千萬不要吃 油炸辛辣的東西 吃下去會痊癒 所以這個肝如果說火氣又大 那當然就會嚴重 我一禮拜吃一瓶 不膜啦 不膜 第二就是要給... 很沒趣的 第二就是要煙酒 藥 藥物的話 要使用藥物的話 絕對要小心 尤其一定要找有經驗的醫生 或者有專業的醫生 去看你的肝 或者腎臟的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 它基本上它只有 通常尤其腎 它只有惡化 很少有好轉的 如果一不小心 真的是像陳醫師講的 有的人就是亂吃什麼 來入不寧的東西 他可能很容易就會對話 是... 第三個就是說 不要生氣 情緒要平穩 要養生 要把自己的情緒管理好 修養要好一點 EQ要高一點 像我就從來不罵小孩 也不罵老公 你其他集好像不是這樣說 真的嗎 你記性為什麼要這麼好 是我都跟你說 暴怒會什麼 傷肝 所以我們情緒 如果太過於這個奇兆 或者說被壓抑 也會造成肝臟的功 這是真的 一個傷害 是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時常要去注意到 尤其是你有是V肝或C肝 或者各式肝炎的一個 高危險 你要定期去抽血 或者超音波的一個傷 這樣子才能夠確保你的肝的安全 對啦 但是如果肝臟 你會覺得倦帶 還有食慾不振的話 我跟你講這都是跡象了 那你要吃得下 睡得下 你就很好 那我們講說會昏昏沉沉的 沒有力氣 所以我們就要給大家有一點活力 今天陳醫師給了我們一個 紅景天活力茶 就如果你是肝不好 你的倦帶 那你自己泡泡這樣子的茶 就可以讓自己精神比較好 是嗎 對 紅景天活力茶 那它就是說針對於疲勞方面的 一種這個差異的一個保養 那第一個就是紅景天 這個紅景天 這個是非常有趣的一個藥材 這個紅景天它生長在 青江山高原 它的價格它其實並不是 來 讓我摸一下 來看一下 青江山高原來的 它有特殊的一個味道 那它這個 它對養肝 而且養肝有強心的作用 但是如果說我們很多人要去 登那個高山 藝山 對 它就可以吃這個 來養肝 還有強心的一個作用 我覺得好像不用泡我光滾 對 特殊的味道 它有一點 真的是有一點玫瑰味 有一點玫瑰花香的感覺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的這個人參 人參 這都炸重粉 這個人參其實會用人參區 它其實它的皂肝會更多 營養會成分更多 所以這個用人參區 那人參大多數是要補氣 增強免疫力的 但是當你肝功能已經在爆的時候 你這個就不能用了 這個就不能用人參區 第三個呢 這個是我們的肝草 那肝草怎麼做呢 這個是經過蜜製的肝草 它主要有兩個作用 因為肝草它本身也有清熱 也泄火的一個作用 有養肝的作用 但是因為它有經過蜜製 所以它有調味的作用 那它吃起來就比較乾淨 那可以大家試試看 有調味過 我們這裡有兩杯 光吻我最近覺得好棒 就這個味道 為什麼你們中醫師調的茶 都覺得好好喝 其實每個中藥的一個養生茶 都有它的一個特色 但事實上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特點 你要調味好喝的養生茶 你濃度應該很重要 對 吃下去 濃度要重要 對 你說多少的一個重量 來 各位看一下 我們用這個紅景天一克 人參虛一克 自甘草一克 那這個是我們一個 小茶包的一個量 那這三克的這個材料 但是這個是已經 經過濃縮以後粉碎的 那我們用一百CC的嘴 要燜煮三到五分鐘 因為紅景天不容易出味 所以你要用那個燜煮 用燜煮 要燜大概三到五分鐘 那個熱水杯 現在有很多是那種保溫 對 做得很漂亮 很好用 像這種你就直接把熱水沖進去 燜一下 半小時 一小時 那個味道就出來了 那它主要就是說 能夠有抗疲勞 提神 補充體力的作用 那這個是一次的量 但是一天可以服用兩次 那如果說我是家人在一起 我可以煮個一大壺 這個等比例放大 我可以續杯嗎 我也是 我怕擋住鏡頭 這個本錢會 其實這個紅景天的價格不是很高 真的嗎 可是它不會很高 它的味道真的好特別 好驚豔 所以你看其實花少少的錢 你把平常當成是保養 如果你平常喝茶的習慣 你用這樣子喝紅景天活力茶 你就當自己可以消除疲勞 對不對 陳世堅最好的 不只是給我們這個 油切 油切 就好像是因為比較胖 需要油切 是嗎 油太多嗎 是這個用意嗎 來介紹一下 因為它這個油切綠茶 其實是我們可以拿來做一個 平常養生 或者是說 疲勞菌帶的時候 可以喝的 那最重要是裡面有一個綠茶 那綠茶它本身有提神 而且有那個蛾茶分 它可以抗氧化的一個作用 那第二個就是這個荷葉 那荷葉它本身有這個 清熱健脾 綠水的作用 我們消水腫這個也很好 另外就是它有赤小豆 其實各位看一下這個赤小豆 這個都不太一樣 這個豆跟它不一樣 小顆 你好小氣喔 給那麼小一顆 這是特殊品種 這個在傳統的中藥裡面 用的那個紅豆 叫做赤小豆 這個赤小豆 它其實是瘦瘦長長的 瘦瘦長長的 是中藥好買得到 對 中藥好買得到 但是你不用 你就是照我們一般的這個紅豆 是一般的紅豆 不是大紅豆 一般的紅豆也可以 因為有叫做花豆 你的大紅豆是花豆 所以這個一般的紅豆也可以 但是說我們一般中藥 就會吃小豆 但是這個時候 你在用的時候 你要稍微給它粉碎 因為它比較不容易 那硬啊 這個一定很硬的 對 紅豆是做什麼樣的 消水腫最有用 現在很多的女生 就擔心說 我這裡是不是有水腫 這裡有水腫 那裡有水腫 這裡有水腫 其實不是 是蝴蝶秀 很冤枉 我們不是胖 我們是水太多 那我們就瀝一下水嘛 所以紅豆它也有這個 清熱瀝水的一個作用 而且抗皮膚 而且補充 還有豐富的蛋白質 那第三個就是單身 單身 一位單身共同事物 它單身它本身 它有養血 補血的作用 這個單身 它也有強化心臟 尤其像那個 我們心肌梗塞的 那個有潛在因素的 或者說有做過支架的 單身它有一些這個 活血化衣的作用 而且有很好的一個效能 那組合起來呢 我們叫做油切瀝茶 那對一個水分的一個代謝 包括我們的疲勞倦帶 還有我們的這個 因為單身也有養肝的作用 所以整個搭配起來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養生茶 就是一個茶包嘛 那怎麼做呢 就是以上的就是 這個瀝茶是0.8克 一克也沒有關係 荷葉一克 刺小豆0.8 單身0.8 那主要組合起來 剛好大概三克左右 我們用250cc的 滾水 燜五分鐘 因為是要用燜的 因為紅豆比較不容易透 那主要是針對像 大魚大肉 或者喜歡吃油炸的 這種吃太多的人 那當然就有提升 但是對於 睡眠不佳者 因為綠茶的提升作用 但是有提升 所以睡不著的人 一定要早上時間使用 早上使用 超過下午兩點就不能用 有的睡不著 其實就是肝臟經驗不好 你倦帶 但是你沒有辦法好好休息 休息很重要 後來好好休息 其實一夜好眠 早上起來精神就很好 喝喝看味道怎麼樣 這個是另外一杯 它有一點 其實它就算是綠茶的味道 可是再加一點點甜 對不對 一點乾 對清朗感 它裡面有荷葉的味道 對 所以香香清朗的味道 太好了 很解膩 是 好 乾杯 等一下我們再吃炸雞排 好 不可以 不能把我們剛剛 等一下祕密說出來 但是我們要保護我們的肝臟 其實穴道的按摩 也是一個很好的良方 待會兒來告訴大家 總之我們高比例的成人 是早就被帶原A肝 其實它不是每一個A肝 都會變成猛爆性肝炎的 就像感冒一樣 累累的過了 身體有帶原有抗體了 我們就好了 真正在A型肝炎 要解決的人 是A肝 沒有被帶原過的人 好 守護你的肝臟 真的要請大家小心肝 那保護的方法是什麼呢 我們請新美給大家建議 我們剛剛惠文有稍微提到 一個就是A型肝炎 A型肝炎其實它也是在 我們的所有的病毒 造成猛猛性肝炎裡頭 比例比較高的一種肝炎的病毒 那有很多人 看到這個它的檢驗報告 糟糕我A肝 竟然曾經帶原過 我是不是有會猛爆性肝炎 其實相反 我們是真正在A型肝炎 要警覺的人 是A肝 沒有被帶原過的人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高比例的成人 是早就被帶原 帶原的意思是什麼 它其實是口分傳染 所以假設說 我曾經在一個餐廳 這個廚師 剛好這時候得到A肝 他可能這個沒有戴手套 可能不小心就感染到你 可是一般的人 其實他不是每一個A肝 都會變成猛爆性肝炎的 所以其實多數的人 他可能就像感冒一樣 累一累的 過了身體有帶原 有抗體了 我們就好了 可是我們比較怕的是 你從來都還沒有被感染過 尤其在你被感染的那個時候 剛好就在一些這個 不是在台灣的一個醫療環境 很好的一個體系下 所以假設你反而是 沒有A肝帶原的人 然後你預計在近期內 你可能會去一個國家 這個國家可能 這個衛生習慣 落後 不一定比較好 就可能衛生習慣比較不好 你可能有機會 被這個糞口傳染 就是廚師在料理 食物的時候被感染到 然後你在這個地方 可能預期你會很累 比如說你是出差 你可能會特別的累 你可能不會馬上 可以回到台灣 這種前提下 我們其實有一種預防方式 就是打疫苗 好 肝油 疫苗 對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是可以打疫苗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打 就像我剛剛講的 除非你這一陣子 可能真的會去一個國家 去了時間又比較久 然後又是一個 比較落後的國家 這種情況下 才需要打疫苗 因為打疫苗是自費的 而你要記得 有可能你下一餐 去台灣的某個餐廳吃飯 你可能就得到了 所以不用急著去打疫苗 但是像剛剛那樣的 這個前提 如果你想預防猛暴性肝炎的時候 稍微翻一下 你以前的進檢報告 看一下這個指數 可以自己心中有一個答案 了解 我再補充一下 其實我們猛暴性肝炎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潛在因素 就是說 它都是跟病毒性肝炎有關 那病毒性肝炎裡面 有什麼叫做A肝 那這種通常都是口吻肝 跟一般我們的這個 這個體液的傳染不太一樣 那這樣VC肝 或者E肝的話 它得到這種肝炎 如果說你這個睡眠不夠 熬夜又喝酒 或甚至服用一些不該服用的藥物 它就可能就會爆炸 所以這個就是說 我們在我們的一個 身體的狀況自己要把握 所以你自己保護 你其實有穴道 中醫很講究穴道 我們來學幾招好不好 好 保護肝臟 那我們今天介紹這個穴道 就是跟肝精有關的 那第一個穴道叫做什麼呢 叫做行肩穴 為什麼呢 我們的這個肝精呢 它的尋形呢 就是從我們的這個腳拇指 跟第二指中間的 它一個一個瀑的地方 這個瀑的地方呢 瀑的地方往上 這好可愛的一個瀑 就這個 這裡有個圖來 我想 我們為什麼去按過它呢 沒有按過 這個沒有按過 這個行肩穴 那就是說它是一個 肝精重要的一個穴道 這個我們一次按壓 大概十下 一次大概兩分鐘 左右把它完成 那雙腳都有 那它主要是能夠 瀑肝活養肝 那我們都知道 肝以穴為補 我們一般我們的食物 什麼補腎 或者健脾 都像吃了人參 這個黃旗的湯 但實際上 肝呢 用清熱解毒 以瀑火為主 所以按這個行肩穴 可以瀑肝的火 第二個穴道呢 我們就是我們的 所謂的太沖穴 這個太沖穴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穴道 這個是跟我們常用的 一個虎口穴 河骨穴其實有相對應的 是喔 它就在我們的這個 第一指跟第二指中間的一個 往上推推推推 推到剛好那個兩個骨頭 連結的地方 這個叫做所謂的太沖穴 所以它就是在 行肩穴的上面的一個位置 那這個太沖穴 它也本身有養肝的作用 而且我們如果說身體 有些機能的不正常 我們通常說 所謂的開四關 就是河骨跟太沖的穴道 一起來用 這個所謂的太沖穴 它有養肝 而且有 也有補肝 養肝 卸火的一個作用 是 那第三個穴道 大家這個常見 我們就說三陰礁 三陰礁是什麼穴 三陰礁據成說 三個陰晶 聯合結合在一起的穴道 那聖陰礁就是說 脾經 聖經 肝經 三個穴道在這個地方 產生一個交位 這裡有一個圖 或是我們的 是內側嗎 攝影師再看一下 在內側 那我們有一個口訣叫做 內懷間 上三處 就是我們這個 用你的四個指頭去併農 這個下沿是放在 那個內懷間的位置 這個聖陰礁這個穴道是厲害的 包括像婦科的疾病 因為肝經的疾病 因為我們肝祖穴 而且我們肝祖穴 那個所謂的我們肝不應症 或者是所謂的婦科的 或者是所謂的陽尾藻蟹 都會用肝筋 肝祖穴 所以這個跟婦科 跟那個陽尾藻蟹 跟男性的這些 可能也有關係 所以三陰礁的穴道 也有養肝 也有狀陽 也有像不應症 然後月經 也有效 各位 多按幾下喔 而且你誰講的幸福穴道 我笑得很像這樣會比較幸福 對不對 幸福的穴道 太好了 謝謝各位 謝謝 我看其實他的穴道 都在腳上面耶 這個是兩腳都要按還是手 沒有穴道 沒有 因為肝經的穴道到我們身體 由足到身體 我們養肚它不會到手 對 它不會到手 我們不會到 那我覺得肝痛不好的人 真的要找睡 是啦 當然啦 睡眠 就休息啦 11點睡啦 11點睡 你們有沒有 有 好嗎 感谢观看